戴上外科口罩 脸颊两侧经常会露出空隙 而且不同脸型的人 会造成不同大小的空隙 裹字脸空隙小 瓜子脸空隙大 有空隙就会增加感染风险 那因为外科手术口罩的话 它本来戴起来就比较松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让它的密合度可以提升的时候 对我们平常在外面在社区的时候 相对的你的泄露率比较低 会比较安全 中山医学大学专家说 有三种方式可以帮口罩加工来增加密合度 分别是透气胶带贴口罩边缘 还有用回纹针扣住绑绳 以及将耳朵挂绳打结 专家测试先将各种加工的口罩打洞 接上密合度测试以后测量 发现使用透气胶带贴住的密合度是最高的 而且一次使用两种加工方式 口罩的密合效果更好 如果你的脸型是比较接近国字脸的 脸比较大一点的 那在透过我们的贴胶带 以及用回纹针的补强之后 你的密合度甚至可以到 接近100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密合度100代表着 就是你可以泄露1% 为了防堵武汉肺炎传染 生病的人还有进出医院 或是去人多的密闭空间 都要戴口罩 而且不是有戴就好 密合度高才能达到防疫效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